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请大家好好把握明天 一整天非常炎热晴朗的天气 因为周四的下半天开始 天气要出现变化了 而且可以说是近期来说 天气的变化比较明显的一次了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好好把握明天的好天气 其实整体来说 今天的天气就十分不错了 跟明天十分的类似 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吹偏东风的环境 所以迎风面的降雨为主 花东还有恒春半岛 都有一些非常局部 非常零星的降雨 截至目前为止的累计雨量 都只有十毫米以下 雨量非常非常的少 就连迎风面 这东半部地区云层量偏多 但是今天白天的高温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花东地区也都标破了29度的高温 而北台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新北市30.5度 而台北市和新竹县的部分 来到了29.9度 整个台中以南地区 更不用说了 通通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全台最高温 还是出现在高平地区间屏东线 稍微是比较热一点点 来到了33.7度 而台南和高雄 也都是标破32度 明天温度还会更高 所以提醒大家注意 为什么温度更高呢 下一张图 亚洲云雨图 就要带你来关心了 最主要呢 今天的风场 偏东风的环境 明天会带进更多的东南风 甚至是偏南风上来 暖湿的空气一进来 温度自然往上飙升 但注意了周四的下半天开始 蜂蜜系统开始通过台湾了 不止北部东半部地区 整个西半部地区呢 看起来加以以北都会出现雨势的 所以这部分提醒大家要留意 但是蜂蜜来得快去得快 到周五的清晨开始呢 其实蜂蜜系统就过去了 雨势也会减缓 但是新的一波冷空气开始南下 但是这波冷空气影响的范围呢 顶多就是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白天高温的下滑幅度 比较让大家有感觉 大约会下滑个5到8度左右 下一张图带您进一步来看了 您可以看到北部呢 跟东半部地区呢 未来几天的温度曲线哦 其实明空两天都还是可以占上 30度左右的高温 但是来到礼拜五 受到封面冷空气的影响 您可以看到一口气掉了8度哦 白天的高温只剩下22度左右 但是很快的冷空气减弱了 周末假期温度又会回升 到27 28度比较温暖舒适的天气 而中南部地区呢 三张图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中南部地区呢 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没有太大的波折 您可以看到呢 到周末假期都是28度到30度左右呢 非常温暖炎热的天气 甚至呢高平地区持续占上 30度以上的高温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您留意了 日夜温差来的比较大 因为清晨呢跟夜晚看起来 低温还是落在20到24度之间 这样算一算的温差 有来到10到15度 甚至15度以上 所以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这样的温度变化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几件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还会再热一点点 白天的高温27到30度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样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白天高温将近30度上下 南台湾的部分提醒您 飙上30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高平地区的空气品质 会来的比较差 东方部地区迎风面 所以还是要留意这样的状况 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几天看起来 都是会有雾跟低云的产生 所以行车安全跟航班资讯 就要特别留意了 以上就是这集的气象 我们将时间交还给鞋